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换我催眠你 原来情绪勒索是有公式的 嗨,我是凯莉 常常都在说什么情绪勒索 那勒索的这件事情 一定要有所谓的组成结构 对不对 那组成结构里面 很显然的 在这两方的关系当中 一个就是勒索者 一个就是被勒索者 那这是一个权力不平等的人际关系 在权力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当中 常常会见在什么样子的场合 或者是一段关系当中呢 例如在工作的场合里面 或者在亲子关系里面 或者在职场里面 或者在朋友跟朋友之间 所以呢常常有人就说 我认真就输了 真的啊 如果你有情绪勒索的那种被勒索者的特质 当你遇到了一个情绪勒索者特质的人的话呢 那当然你一定输哦 那可是我输赢很重要嘛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要打破这个僵局嘛 那如果要打破这个僵局 走出人间清醒的过程啊 我们首先总要理解 情绪勒索的公式是什么呢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在传统当中呢 有一个FOG理论 那FOG是什么呢 就是FOG迷雾理论 什么是迷雾理论呢 其实就是一种啊 你在这其中啊 你其实完全搞不懂 为什么跟你本来的性格大相径庭 你可能本来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 你可能本来是一个逻辑性思考很好的人 你本来也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 可是呢 当你落到了这个情绪勒索的状态 跟关系当中的时候啊 你就仿佛了 你已经不是你了 你呈现在一团迷雾当中 所以呢 就是所谓的迷雾理论 迷雾感受 你心里呢 觉得茫茫不知所措 好啊 那迷雾理论的FOG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F 就是Fear F-E-A-R Fear 恐惧 我们现在在做英语教学哦 然后第二个O呢 是意义 obligation obligation的O 意义 接下来呢 第三个G是什么 罪恶感 guilty 是不是很赞赞 完全把迷雾理论的组成东西啊 全部把它浓缩在这三个字的简写 当你恐惧的时候 你就会害怕 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当你害怕什么事情不会发生的时候的 那个未来感 就控制了现在的你 好 那接下来呢 当你觉得有义务感的时候 你没有做 你就觉得你错了 所以延伸而来的就是巨大的罪恶感 一个人呢 通常被压垮的呢 都是自己对自己的恐惧 跟自己对自己的自责 还有各种的批评 所以呢 当你呈现在这种 所有的负面感受的情境之下 你为了避免这样子的情境感受 那是不是一个被勒索者 你通常就会呈现的一个迷雾状态 那当然你就是一个这么好吃的肉 一个勒索者只要看到你 他不吃吗 这么好吃 我为什么不吃 那好 那在情绪勒索当中呢 就有两个角色了嘛 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一个就是勒索者 一个就是被勒索者 好 那勒索者呢 他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表示呢 就是 他可能在有意识当中 或无意识当中 会去使用 要求威胁 还有施展压力 还有一个沉默 不是沉默是精英哦 而是沉默的手段 让你去感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迷雾感受 就是让你感到恐惧 你会恐惧他的威胁 然后呢 你也会恐惧他的沉默 因为你觉得他不开心 你害怕他的不开心 造成你们之间关系的破裂 然后呢他的要求如果你达不到的时候 或你真的不想做的时候 你就会有深深的罪恶感 太可怕了吧 是不是常常大家都陷入这一种迷雾状态 想一想你在什么关系当中 在我们刚刚所说的那四种关系当中 职场亲子伴侣 还有朋友当中 你被谁情绪勒索了呢 你被情绪勒索的时候 你感受是什么呢 好 那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勒索者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那被勒索者又是什么样子的状态 被勒索者呢 因为刚刚所说的恐惧 还有异物感 然后呢 还有罪恶感产生的各种负面的情绪 会让他会有挫折 也会有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几种状态嘛 好 那被勒索者呢 为了减少这些不舒服的感受啊 为了减少不舒服的感受而已哦 其实只是感受哦 还不见得会死哦 只是为了减少不舒服的感受而已哦 那他就会因为这样 越来越加重 那我们在催眠的那个理论当中啊 同样的东西一直施行在你身上 当你习惯就成了自然 这个自然是很恐怖的 不是大自然的自然哦 而是他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的恶性循环 你根本不会发现你是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 因为他已经成为你的日常的一部分了 这个就是一个可怕的魔咒 魔咒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你其实忘了这是一个咒 好所以没有办法摆脱了这件事情啊 那被勒索者最终他的自我啊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消耗殆尽 是不是很可惜很可怜 所以很多人常常在一段关系当中 无可自拔 深陷的无可自拔 常常因为很痛而觉得爱 但事实上痛就是痛 有可能是爱 但痛不见得就是爱 可是因为人常常在这一种关系当中啊 痛习惯了 反而觉得没有痛就不是爱 哇这个实在太可怕了 所以啊这种魔咒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学着去把它打破 但如何学着去把它打破呢 首先我们当然就是刚刚所说的嘛 刚刚那几个步骤啊稍微把它厘清清楚 你要如何在自己身上去探索 是不是你有容易被勒索的人格特质呢 那首先啊就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嘛 你的FOG理论嘛 在你的各种关系当中 只要你常常会出现恐惧感 爱不会有恐惧的 然后义务感 爱不会逼着你去做哪些事的 然后你有罪恶感 爱不会让你觉得你是错的 只要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那你就要去思索 跟这一个对照的关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我们就逐一可以去检视一下 你是不是有被勒索者的人格特质 然后呢接下来呢再去面对 你可能拥有的一些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你想要的是什么 搞清楚 那接下来再懂得去做一个 简单的自我保护 一切都从最简单的方式开始 先去检视 先停住 先不要有作为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自我保护 你一定要从一趴开始 我们不要一次做到一百趴嘛 从一趴开始 你先停住 先做出跟以往不一样的行为 那么你就有机会 先在这个暂停一秒钟的时候 去理解到 你是不是在一段不好的关系里头 好 那我们今天的情绪勒索 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解析一下 什么是最常被勒索的 情绪勒索的特质的五种人 OK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呼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